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为什么广东人做的冬瓜汤那么好喝 不用放任何调料,汤汁奶白 味道特别的鲜美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 首先准备一个比较厚实点的冬瓜 这个冬瓜比较大,总共是买了两斤 花了两块钱 然后把外皮切掉 秋天,多给家人做一些冬瓜汤喝 清凉滋润,营养护肤 味道还特别的鲜美 去除瓜囊之后,把它切成薄片 切薄一些,更容易煮得软烂入味 而且容易煮熟 再准备一把海鲜菇,去除根底之后切成长段 海鲜菇的蛋白质中,氨基酸种类特别齐全 富含多糖体,味道非常鲜美 准备一根姜葱,切成葱花备用 接下来给盘中打入三颗新鲜的鸡蛋 然后起锅,给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倒进来 小火慢煎,将它煎至定型 用筷子把蛋黄轻轻地剥散 这样煎出来更好看 进行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意地摆动了 煎熟之后,我们再给它翻下面 用小火慢慢地煎 全部煎好之后,用铲子将它切开 当然,也可以放在案板上直接切碎 那样,放到冬瓜里面也是非常好吃入味 全部煎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煎完鸡蛋的锅中,还有少许的食用油 放入海鲜菇以及葱白部分 再加入一小勺的海米提鲜 开小火慢慢地炒 把它们的香味炒出来 然后放入冬瓜,继续地翻炒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请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冬瓜炒出水汁之后 加入煎好的鸡蛋 少许的姜丝 再继续翻炒几下 往锅中倒入2000克的开水 这是汤汁浓白的关键之处 开水能够激发出所有食材的鲜香味 盖上盖子开大火把汤汁煮开 煮至冬瓜透明软烂 这样做的冬瓜汤不用放其他的调料 汤汁浓白又鲜美 冬瓜汤煮熟之后 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小勺白胡椒粉提鲜 这个时候其他的调料就不需要放了 冬瓜煮熟之后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装盘了 秋冬干燥的环境下 多吃一些冬瓜 对身体非常的好 这样做好的冬瓜汤 比排骨汤还要鲜美好喝 而且低脂又健康 装入碗中之后 撒上绿色的葱花 还有清洗干净的枸杞 真的是美味极了 男女老少都适合 女人们吃了对皮肤也有好处 如果你也喜欢 就请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击关注 查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